不一样 同样涉及到中国的这个外交 外交宣传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回事呢 那么我在星期一 跟何彬先生这个网言网事的节目中呢 就关注了一些一个新闻 那么就是这个德国 这个外交部和德国的这个 反间谍机构 宪法保卫局 他们那个给德国的这个 官方啊发警报 说呢北京在游说德国 为中国在这个公共卫生危机中的行为 点赞 那么这个 当时这个德国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德国的这个反间谍机构呢 就对媒体披露 就是北京官员啊 在现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呢 在进行他们的一种这个活动 那么就是找官员 出来为中国说话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声音在批评中国政府 那么这时候从正面 表扬中国的政府的声音 那么就是真的是比黄金还值钱 对不对啊 那么这个显然就是这样一种 取这样一种举动呢 用德国宪法保卫局的解读是 中国想改变 或者动摇外界 对中国是这个 起源地的认知啊 并且突出中国 为西方国家提供援助的举动啊 从而展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可信赖的 胡作伙伴 正以冷静的姿态 应对这样一种危机 并构筑这样一种形象啊 这是啊 我们刚刚看到的在德国发生的新闻 但是呢 德国的事情好像只是中国这一场行动中的一个部分啊 那么在美国呢 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一幕 那么这就是昨天最新的消息发出来的 就是中国 这个驻芝加哥领事馆啊 那么这个一位领事的夫人 在这个里面呢 发生了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领事的夫人呢 她是怎么回事呢啊 她是这个情况是这样 就是2月26号威斯康辛州啊 参议员 参议院的议长罗斯啊 她收到一份这个邮件啊 2月26号收到的 是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 召见的夫人吴婷 以私人邮箱发送的邮件 刚开始的时候呢 她以为这个邮件呢 是个恶作剧 没有给她理会啊 那么到3月10号的时候呢 她又收到了第二份邮件啊 那么她的工作人员 确认这个邮件呢 为中国领馆发出啊 然后呢 中国方面呢 告诉这个议长 他说 中国外交官通常使用 私人邮件联系公务 这样呢 速度更快 那么这个邮件呢 内容让这个罗斯先生啊 非常的愤怒 然后据这个罗斯先生讲啊 他对这个邮件的回复是两个字 而且是用中文回复的 说你是白痴啊 叫那次啊 叫那次 那么为什么罗斯先生这么样的一个气氛呢 啊 就这个信里头啊 这个希望威斯康星的参议院 提出一个表扬中国 在这个抗议中的一个议案啊 而且还要嘱咐他 罗斯先生你不要过度的反应啊 同时呢 中国方面还发了一份 中国已经提早好的啊 外宣的草案这样一个东西啊 等于是我洗好稿子 让你威斯康星州议会啊 去去照办啊 就这么个东西 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官方草拟的这个 让威斯康星议会 通过的这个决议案是什么呢 啊 一 中国的行动对于全球抗议流行病 至关重要 第二 中国采取啊 前所未有的疾病 预防和控制的措施啊 包括武汉封城 建起高方昌医院等等啊 这些措施呢 抑制了病情啊 这第二 那么第三呢 中国一直通过透明 且迅速的方式 与思维组织和国际组织 共享信息啊 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及时应对的机会之创啊 所以这个故事啊 你说起来的话 真的是像天书 但是呢 由于这个信息呢 披露的是威斯康星参议院的议长啊 这么一个权威人物 因此呢 他的真实性似乎呢 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说呢 这么一个事情呢 我们正好是两位嘉宾 都是老新闻啊 从业者 我们先请听薛崇洋先生 你怎么看这个事件 嗯 我是觉得呢 这个啊 这是 这个工作做得很笨拙 因为这个任何 这个差不多的国家 尤其是中国 那么在美国 在华府也好 或者是在其他几个重要的城市也好 都有他的公关的代理人 这些的公关代理人 都有在美国国务院里面 有登记 就是他们是合法的游说者 如果说要给中国打形象 要能够澄清中国受到外界的这些误解 这些正是使用这些公关人 他们来进行 包括了在报纸上面 或者是在其他的民意代表上面 游说活动 那么这些 这个中国每一年 肯定也花了不少的这种费用 在这一些游说的专业人士身上 那么由他们来进行游说的工作 来进行对中国的 比较正面形象的这些宣传 这是理所当然是合理的 但是却要去由一个 由中共领事馆 本身领事的夫人 用私人邮件 来进行这样子的一种游说活动 甚至于还帮着这个威斯康辛州的参议院的议长 写好了这个请威斯康辛州 能够在议会里面提案的 这个全案的草案的案文 这是感觉上就是非常的这个 很笨拙的这样子的一种公关的一种做法 事实上美国的政界人士 他们都很讨厌被被动 他们很愿意来在这个帮助 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时候 那么或者是说在他们认同的时候 他们愿意去帮助一些人 那么来做一些事情 但是如果说你去来指使他 去要求他去这个来造你的意愿 来进行这个一些的这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些的活动 那么甚至于是说 那么送他一点小礼物 然后这个让他来帮你来做一些 一些这个这个超过他 超过他本意愿的这些工作的话 那是非常反的效果的 那是那绝对是这个反效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一种很粗糙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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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 而另外一方面 在根据这些来自于这个媒体的一些的报道 在最近以来在这个 可能是来自于在中国外交部的指令 就是在各个地方的外交人员 现在都要去跟当地的新闻媒体 或者是当地的政商界 来说明在中国这一次疫情是透明的 中国是尽了一切的这个公共卫生的这种 这种能力来这个控制疫情 而且是成功的战胜的疫情 要有这样子的一种的这个说法 有这样子的一种态度 那么这个也不只是在威斯康辛州 所发生的这件事情 那么在德国 那么刚刚陈先生也提到了 在德国也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情况 那么德国外交部的机密文件说 德国在三月份 在这个就收到了中共就疫情要求 德国的一些赞扬的这样子的一些的要求 那么也有很多 那么另外呢 那么在这个法国 法国的外交部长 在14号呢 也造进了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 那么对于卢沙野 最近在法国的一些的言论呢 批评法国的一些的说法 表达他这个不满 那么这也是在 法国也是被认为呢 是在这个对这个 对这个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 所表现的战狼外交式的 那种强硬的态度呢 是非常的这个不愉快 所以这是根据这个自由亚洲 所做的一个报道 就是说这个法国的外交部长呢 在昨天召见了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 那么对卢沙野提出了这样子的抗议 而卢沙野是在公开的讲话 以及他所发表的一个文章 在这个媒体上面都说 是这个批评法国对中国呢 这个抗议的胜利 没有正面的来看待 对这个中国所做的努力 没有正面的评价 那么所以呢 这个法国的外长呢 也对这样子的一种结果 他也很生气 不过像这样的情况看起来 现在在世界各个国家里面的 中国的外交人员 都有相同的一些的作为 就是努力的宣传 在中国这一次抗议 是一个成功的抗议 是一个胜利的抗议 而且呢 是一个透明 而且是一个是科学的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来自于 外交部的统一的一个 全球的一个行动 谢谢 这个薛先生啊 说到了这个外交部的一个全球的统一行动 那么我们看到在德国 在美国都发生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前面一个话题谈的是北京 在日本搞的这个战狼外交 那么我们现在又看到呢 这个芝加哥领事馆这边呢 被美国的这个威斯康星州 参议院的议长 批评为白痴的这种外交行动 那么我呢 在威斯康星州呆了很多年 这个州议会呢 大楼呢 我也特别熟悉 因为威斯康星州的这个首府啊 在麦迪逊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个麦迪逊的这个 你要去那参观的话呢 这个看建筑的话呢 一个主要的建筑就是这个 立法大楼啊 这个州议会 这个州议会当年啊 被威斯康星州的教师啊 学生给占领了 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那天天都是在那儿啊 您会这个 我觉得美国挺逗的啊 这个楼啊 你给占领了啊 底下的这个锣鼓喧天的 也没有警察来干预啊 就让他们一直抗议 占领这个州议会 将近两个月时间啊 那楼上呢 他们会召开不悟啊 这挺有挺有意思的 那么就是这个这个大楼里头啊 这么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我对那地方 比较熟悉 那么我们的这个观众啊 在听我们讨论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就有的人啊 在解读说这个外交人员啊 也带着任务啊 他们也不容易啊 所以说最后呢 导致这样一种这个啊 一种被认为白痴行为的一个出现 那么这个季先生啊 你对这种外交人员不容易 那你怎么解读啊 嗯 刚才那个学生把这个两个 两个这个事情啊 联系起来讲 就是美国的总领事夫人 那个跟这个法国的 法国的大使的文章 联系起来讲 这个实际上 不是一个外交部的一个 一个号令 应该是这个中宣部 或者说常委会交代的一个 大外宣的 最近的一个重点 就我本来认为就是你刚才讲的 那个威斯康辛州发生的那个 总领事的夫人 这个案子 我本来以为只是一个个案 那他可能和议长的私人关系比较好 希望那个通过私人的面子 让我代表老公来搞一个政绩 对吧 那么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个关系啊 我本来天真的想 如果说 比如说我跟那个小平 你关系不是很好 一般的知道 有小平这个著名主持 我就私下跟你发个邮件 小平啊 你跟我通融一下 帮我说几句话 你说你会踩我吗 你不会踩我 那个如果说他跟他的私人关系很好 那又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发一个邮件呢 你就直接跟他约 约他喝咖啡 请他吃个牛排 那个大家聊聊天的时候 说一下这个事情 不是挺好的吗 对吧 这个我们第一个问题讲啊 下面人做事蠢啊 可能就是太多这些蠢人做蠢 蠢事了 对吧 想那个用一个私人的方式 那么如果说 那个 问题来了 那他是私人 但是他没想到你背后 你的老公是个外交官员 对吧 那么当然这些年 中国比较注重公共外交 夫人外交 也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 那以私人关系来办公事 只要对国家有利 都是好的 万一做好了呢 不是给老公带来了政绩吗 但是问题是你这一次你就掉沟里去了 那你跟人家关系也不好 对吧 那个也根本没什么私人交情 你就随便发一封信 不行再发第二封信 结果你反而招来了秘顶之灾 那个议长不仅不为你说话 而且要求议会确认中国 故意在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当中 误导全世界 然后要通过7号的这个提议案 来递交 对吧 你反而把这个事情引出新的问题来了 激怒了人家 本来他可能还没有现在要做这个事情 对吧 那你反而就是你要去用民间的方式做公共外交 结果你不尊重那个对方 不尊重当地的文化 你就把事情做糟了 那就像法国那个外长召见中国大使一样 那他也是为了推动在法国的大外宣 夸耀中国抗疫模式 那么这个当中去批评西方国家的处理不当 当然肯定是讲到法国 那么所以那个引来了这个法国外长的这种召见大使 表示不满 那最近我看那个中国在海外 那些外长召见大使的还挺多 那个哈萨克斯坦 我今天看有一个消息 哈萨克斯坦大使 那个外长也召见中国大使 为什么中国有人提出 哈萨克斯坦该回归中国了 对吧 那个讲到主权问题 就引起了这个 那个当地国家的这个不满 那个表示抗疫 所以这个都是 是低级红 就他大外宣是要有一个主调 就是你要宣示正能量 那么简单的说什么正能量 说中国好 说西方不好 那就是正能量 那个调过来就是负能量 凡是批评中国的就是负能量 你就像那个日本那个记者 在读满新闻写文章 那这个就是对中国来说就是负能量 所以大外宣 他这个确定的这个主流 就变成 我不管你对方接受不接受 我就讲我的这个 根据我的正能量来讲 那个讲中国好 讲西方不好 那很多时候你可以讲中国好 对吧 如果讲中国好 西方不会来干涉 就好像我在明镜 在小平的这个节目当中 我讲我的 我讲中国怎么怎么好 那个小平不会来干涉 我讲我自己怎么怎么好 小平不会来干涉 但是如果我讲小平不好 讲明镜不好 明镜当然要发声明 对吧 这个就是文化 它允许你讲话 但不允许你自己 自说自话去讲 讲人家的不好 或者说不讲事实 不讲真相 就你在搞外宣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重国际文化 你别以为我有钱了 我站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了 世界是不是你的 是看你能不能涌入到这个世界文化当中去 能不能尊重当地国家当地文化 这个是非常重要 中国也希望世界尊重中国 但是你在希望世界尊重中国的同时 你必须要尊重这个国际社会 小平 这是我的幻场 好 那个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这个正好呢 三个小时这个点上的收尾了 这个故事呢 虽然是听起来像天书 天书一般的故事 但是确确实实 它是发生在这个 芝加哥总领事馆和威斯康星州 参议院议长之间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两天这个议长不断地接受 这个采访 把这个事情进行了更多的一个披露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